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man YES 我們終於回來我們的來勢模組啦 好久沒有回來啦 那這個來勢模組呢 基本上也算是微生存的一種嘛 那微生存的話呢 進度非常的慢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說呢 請各位耐心耐心的等候 所以說呢 今天這一集 恩... 應該嚴格來講說 今天這一集應該是沒有要抓什麼恐龍啦 因為呢 都是DNA模組 都是進化模組 抓恐龍就太遜了 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 所要進行的是 一連串的進化程序 但是呢 在進化程序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做一下前面的基礎 沒有基礎的話呢 你基本上是連 最基礎的DNA恐龍都沒辦法抓到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呢 有三大目標要做 什麼事 阿根廷軍 哪三大目標阿阿根廷 阿 哪三大目標阿 第一個目標呢 我們要做個海底傳送門 阿 要做海底傳送門 為什麼呢 下一集你們就知道了 第二個呢 我們要做長管步槍 跟麻醉 麻醉針 阿 跟模組的麻醉針 為什麼要做呢 因為呢 沒有這個 我們就沒有辦法抓 我們要的DNA模組的恐龍 抱歉 聲音變回來了 呵呵 第三個呢 要做吉利裝 阿 吉利裝呢 也是下一集會用到 阿 也不要問為什麼 反正就是下一集會用到 第一個 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 海底傳送門 阿 因為為什麼要做海底傳送門呢 我為什麼要問呢 我只想下一集再告訴你們為什麼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做海底傳送門 海底傳送門的話 我們這邊需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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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電路元件50 金屬地 來我們這邊金屬地非常的多 我們丟一半進來 我們趕快在外面做一下電路元件 做50個出來 好 50個電路元件 先開一下 阿 管他了 先100個下去了 然後呢 剩下的 鐵錠再拿過來 非常好 我們需要 等一下的時間 再 再 再回來做傳送門 那我們現在呢 現在做場管步槍跟MOD的麻醉針 場管步槍MOD麻醉針的話 額 這個這邊 需要獸皮 我們獸皮應該有吧 有 立馬就來做了 我們不拖泥帶水 做一把出來 做完一把我們還要做麻醉針吧 麻醉針的話呢 就是要做這個高級版本的 一個簡易步槍的子彈 跟50個黑色薑果 黑色薑果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三角龍 才有辦法連續做好幾隻 可是呢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有三角龍 因為我們現在遇不到 還是我們現在去後面找一隻來抓好了 我們騎著我們阿根廷抓一隻好了啦 不然的話呢 很麻煩 來 三角龍 我們現在立馬就要有一隻三角龍 抓了之後把他帶回家 帶回家之後呢 那邊有一隻阿法的耶 好恐怖喔 會死人阿 真的 好 帶回家之後趕快多慘一點 黑色果實 這是什麼鬼東西阿 我們暫時不要理那些太恐怖的生物好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抓我們想要的就好了 來 欸 不要偷東西 你偷什麼 偷什麼東西 很會偷是不是 喔 真的野外到處都是這些耶 把他們弄死好了 煩死人了 好勒 好勒 來 我們現在來抓三角龍 應該兩三隻就 一隻就夠了 一隻就夠了 太好了 好 然後之後呢 我有裝了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是觀眾介紹給我的 就是 可以讓恐龍肚子餓的這個模組 只需要十個白色果醬 跟這個兩塊腐肉 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呢 我們餵他 他馬上就肚子餓了 有沒有看見 再把果實丟上去 perfect 立馬就到手 是不是 變之有沒有 來 等他醒來我們一起傳送回去 就這麼說定了 一起一起 夾 好 我們傳回去吧 好 是的大哥 我們回來了 安全著陸 然後呢 三角龍鞍 準備一下 3 3 為什麼會沒有 我是沒學 3 3 果然沒有學 抱歉 3 好 好 採一下果實 我們等一下預備做 然後 再來就是要做 火藥 火藥的話必須 螢火粉 螢火粉跟煤炭 我們煤炭這邊有六百多個 這邊也燒了不少煤炭了 來 來多做一點 全部都丟 這邊丟一半 三分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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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樣才可以分工合作馬對不對 全部丟這裡好了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要什麼 螢火粉 好煩喔 還要做螢火粉 螢火粉這邊多做一點 感覺做螢火粉又要花很長的時間 我這邊一百五 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點搞混了 螢火粉放這裡 可以做火藥了 這邊可以先做一百個火藥先 有就做有就做 我們這也是缺螢火粉 碎石跟這個 碎石 跟石頭 我們可以拉過來一點在這裡 拉一半好了 分工合作馬 好 這邊也在跑 那邊也在跑 通通都在跑 大家都很分工合作非常好 OK 我們再拿我們這個麻醉槍 把它放在 放在這裡好了 到時候一定會用得到 OK 還有什麼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電路元件好了 我先把安給他 今天還蠻忙的 各種事情要做 好 抱歉點錯了 稍微點負重 好了採黑果 這樣子黑果就好幾百個 還蠻不錯的 順便採一下茅槽也不錯 等一下又需要大量的黑果來做那些東西 好了他居然暈了 把你的黑果給我 好讓他休息一下 電路元件 奇怪 怎麼只有做兩個而已 我金屬錠不是丟了嗎 哎呀 真是浪費時間啊 我的天啊 可以做了耶 我們做一隻來看看好了 這應該是可以直接裝在槍管上面吧 沒有錯 我跟你講有這個麻醉針喔 這個超猛的喔 這個 就可以拿來到時候抓我們DNA的恐龍 我們用這個來抓DNA的恐龍 我們才有辦法拿那個DNA嘛 拿DNA才有辦法讓DNA的恐龍進化 這是一定要的 可以做幾隻 做15隻 我靠這個速度好恐怖喔 哈哈哈哈 好恐怖的速度喔 那我們還要做什麼東西啊 還要做吉利裝齁 吉利裝 現在他們現在正在跑嗎 他們正在跑的同時呢 我來做一下吉利裝好了 來 吉利裝的話要需要那個大量的那個 大量的那個叫什麼來著的 有機素質 欸不是有機脂肪 看一下 吉利裝在這個下面 在哪裡啊 欸拉過頭拉過頭 吉利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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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啊我也吉利裝咧 非得要用打的是吧 吉利 喔有了 他們要的材料呢 需要有機聚而物 有機聚而物的話 我們就要去北極 位於最左邊的這個 是嗎是北極嗎 感覺有點遠欸 我們好像沒有設什麼傳送門的樣子 我們可以先傳一波過去吧 我們先傳一波過去好了 珍珠跟石油那地方比較近對不對 好我們決定先去珍珠跟石油 因為這在正中央嘛 是不是 看一下沒有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直接再繼續飛 我們飛北極那個地方 我們去殺一些那個 殺一些企鵝 企鵝就會給了 需要一點時間 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OK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前面 你們看到這個一個很像 很大的一座冰山有沒有 這個冰山呢 上面就有很多企鵝 我們可以拿我們想要的東西了 太好了 我決定要在這邊蓋一個傳送門 可是呢 我忘記做傳送門了 所以說呢 下次再來 我居然沒有做傳送門了 我的天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企鵝還在不在啊 不是吧這裡的企鵝全部絕種了 那到底哪裡才會有企鵝 欸我記得以前這裡很多企鵝的啊 怎麼大家都 才這麼幾隻貓 這樣對嗎 有欸180幾 好多喔 哇哇哇哇 好賺好賺的感覺 欸讓我上去啊 這個白癡 欸這87 沒關係我來戳 這樣絕對夠了 好了 妥了 我們可以回家了 好啦我們回來啦 我們成功取到素質了 我們現在來立刻做一下吉利裝 欸我要跟你怎麼陪那麼遠啊 你幹嘛 失戀了嗎 沒關係哥陪你 不要失戀了 來回來 請你回來 好的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齁 已經做一百多個了齁 我們可以做個傳送門了是吧 來 鐵釘丟過來 做一個 非要不囉嗦 好 再丟回去 吉利裝這裡 是這裡嗎 不是欸 原來是工作台 好我們先把傳送門丟 丟到海中好了 好 因為呢 其實講坦白一點啦 我們的 我們的進化原始體呢 是一隻海中生物 好不好 所以說呢我們在這邊蓋一個 避免到時候傳送過來死掉 我們要叫 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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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妥了妥了 好第一個完成了 之後呢 藏管部槍跟 MOD麻醉的也差不多應該要OK的吧 看一下齁 我們這個缺什麼東西啊 缺煤炭 煤炭做完了 沒關係 沒有煤炭了 無所謂 這邊還可以再做32個 趕快做吧 這裡還可以再做100個 趕快做吧 有火藥啊 有火藥就多做一點啊 不是放這裡 我搞混了 一次要做太多工作了 來 這是子彈 彈藥 彈藥 好 做11隻 所以說是22個 22個 好 22個 好的 然後呢 剩下的我們來做吉利裝 把這個丟進去 吉利裝的話 奇怪 這個工作台 沒有那個啊 吉利裝不是在這裡面做的嗎 建築物也不是啊 應該是要叫做 要叫做裝備類的啊 不是有學嗎 對啊 等等 該不會在這裡吧 我剛剛是眼偷沒看到是不是 防暴有了 潛水 啊不對啊 吉利裝哪裡做 自己身上買 好對不起我錯了 來來來 撞撞撞 看起來帥氣的許多有沒有 本來不像人 現在終於像人了 有沒有 OK 那我們今天這三項任務 也就是說雖然算是 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來來來 把這個 子彈丟進去 再做一波 六個 我不知道這威力是如何的 我想要試一下 我想試試看 我們那邊前面有一隻那個 迅猛龍對不對 我們來對他開刀好了 基本上呢 要拿DNA不是把他們殺掉吧 我印象中是直接把他們射暈 從他們身上獲取DNA 印象中是這個樣子啊 但願我沒事 但願我沒事 因為他這攻擊真恐怖的 抱歉 沒射到 不要動 不要動 有了有了 等一下這個效果不是很好 Oh my god Oh my god 等一下我想看一下這麻醉效果 屁啦 哪有你這樣馬上麻醉就消失了 那我這個做這到底什麼屁用啊 還是說把他殺死啊 殺掉他好了 我的老鷹也不是浪得虛名的好不好 我們殺掉他 看會不會拿DNA 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是新版的來勢模組 剛才是說新版DNA啦 我不知道效果如何啦 來來來 跑去哪裡了 跑咧 好了把他殺掉了 然後呢 給了DNA的心臟 但是沒有給DNA 所以說我說DNA到底要怎麼獲得 不管了沒關係 我們有機會再試試看好了 我們今天 目標就先這樣子 我們下一集還有新的目標 希望會順利 好不好 OK 好啦 那麼今天呢 這個來勢模組 維生存就先到這裡為止啦 雖然沒什麼太大的進展 不過維生存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不然你以為 維生存是要多有進展 維生存就是這麼的辛苦 何止生存 好不好 好吧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走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維生存再見啦 掰掰